上海封城 逼走的不只是人心 還有很多的企業 那現在已經出現 這個越來越多企業 這個逃離上海 那我們也看到 上海的工業產值是兩年來 第一次首度的下滑 現在企業跑得越來越快 沒錯 其實上海封城 不只封死了民心 更把企業給逼封了 很多的企業 其實現在忙著幹嘛 慶祺你知道 他們忙著逃離中國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些東西我們不講別的 我們講實質的數據 以及近期以及陸續 呈現出來的報導 我們以他們為主 現在最新的一個訊息 出來是在聯合早報 新加坡聯合早報 因爲什麼 因爲他們得到一個 重要的獨家消息 原來在全世界 最大的安森美 這是一個半導體廠 本來是在中國的上海 它的全球 這個物流 配物配流的中心 居然要遺失到哪裡 居然遺失到新加坡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個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訊息 非常重要 還蠻核心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上海的封城 各位 可能大家對於這個安森美 瞭解不是很大 安森美其實真的還蠻大 它是在全世界 在類比IC跟這個邏輯IC 總偷投 它其實是第一名的廠商 全球第一大 目前這個全球的出 這個占比大概達到了80% 它專門做一些汽車晶片 做感測方面 這方面是它 它是龍頭 你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值得 注意的標竿 而且它供應全世界 所有的汽車大廠通通對我這個晶片 它居然要直接用腳投票 它要遠離中國 它目前除了這個遺失到這個新加坡之外 其實也不只安森美這樣有這個舉動囉 你看這個中國最要好朋友是誰 一個德國 另外一個韓國 他們兩個其實都悄悄在變心 你以現在德國 這一次的上海的這個封城的過程當中 你知道德國 你看日本人都受不了 他這個安森美他的半導體大廠覺得他的這個物流 這貨出不去也進不來 各方面的原料設備都不行 德國業很著急啊 德國他自己不僅是歐盟裡面的最大 在這裡面是當老大 他在這裡面包括他的製造業 包括他的企業 在中國本來做生耕 可是目前為止包括汽車業跟各方面 他發現哇 台積大條啊 最近他的封城你看 滿滿的貨櫃全部堆在上海的港口 上海的集裝箱幾乎要爆 多少的企業現在的貨出不來 多擔心 非常心痛 而且目前為止運輸費就漲了一倍以上 你叫他怎麼活 目前為止他也只能說 他已經是非常親中囉 連親中的德國 他們的這個聯合工會的主席都考慮 說不定德國已經準備 要把他的分公司分到哪裡 東南亞 其實最近東南亞真的很多人的一個 所謂的避險天堂就是企業的避險天堂 把他擔心情況越來越差 但最近還有另外一張 我覺得我的觀眾一定很驚訝 你知道全世界有講說 所謂的麥當勞指數 麥克指數 這名聲裡面最重視的 我相信在消費市場還要重視什麼 蘋果 Apple指數 你的蘋果到時候銷量多少 這就是一個全球在消費動能上 最重要的一個突出點 在這裡面 哇 這個蘋果 頭一次傳出 他可能要被上海風聲逼風了 這一次有可能 這應該是 這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第一次 因為Apple大家都知道 他的這個根基 其實很多的首發 產品首發 全部都是在中國 那也因為他就地生產 而且這個就地銷 非常的活躍在這裡面 但是這個指數很可能會變化 因為現在連Apple 他居然要考慮 他未來的產品首發 以後恐怕不會再繼續在中國 他很可能要分散到包括印尼 包括這個印度 包括很多相關的地方 因為越南也都有相關的領主建廠 而且他早就逼這個 這個很多的財產繼續這樣做 所以我們有些時候常常覺得 庫克你應該要好好去謝謝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川普 如果當年川普沒有美中貿易戰 你現在庫文在這裡 真的是不曉得解的頭 不會有那麼多的備員 所以現在這個訊息 我們也跟大家講 不是我們自己在那邊胡說八道 不是的 這個數據是來自於 這個最新的消息 來自於郭明奇 大家都知道 這個所謂的地表最強的 訊息最快的分析師就是郭明奇 他講到現在Apple 如果他現在要生產的是什麼 包括iPhone 除了13 還有一個評價款就是SE 那目前為止 核碩在這邊的組裝廠 真的是非常的頭痛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在這個情況 你知道這裡面 你知道有個部分 是我們很多的投資觀眾 沒有發現的 你現在這個訂單 蘋果他的消息 他的方式 他不是預先做了很多庫存 他不是 他是你有訂單 我才來給你組裝 現在的情況 你看下半年 整個通膨會吃掉這些東西 他已經快要沒有訂單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現在有訂單 你都是貨產不出來 這就是蘋果 為什麼想要逃離中國的原因 除了他們 其實我跟你講 各位觀眾 除了他們這個重要指數 其實另外一個是親中的韓國 現在除了韓國 新的總統尹錫悅 他可能態度不太像是以前 那麼的親中 不像文在寅那麼親中 其實大家留意 近期韓國的部分 閃爍 閃爍近期居然也開始動搖 因為閃爍大家知道 除了他在蘇州廠 他有這個家電之外 其實他在西安 西安半導地上 這次損失非常的大 他這個一帶一落起點 最關心的 就是你的政策的穩定度 變來變去 無限期的封城 誰受得了啊 連閃爍都受不了 而且你知道 其實整個韓國 你知道這個中國 對韓國影響有多重要 全這個整個 那個對於韓國的進口 很重要的兩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汽車 另外一部分是手機 都是大宗 那汽車占11% 這個 這個手機占14% 在這裡總統統 你知道中國 進占到他全世界 進到他這個南韓 目前初步的統計 大概將近七成 這非常非常高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被你在那邊一封之後 沒有辦法進口 很多的原物料 電池跟各方面全部都沒辦法進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很多人覺得解的討夢了休 不只是三星電子 現在連現代汽車 Casper 他在那個地方生產 就是生產光州全球的汽車 現在也因為他的零件不足 必須要放棄 還有像是SK SK他也是非常想 這個想叮噹 SK的集團 他也講了 以後再這樣講下去 被這個 這個中國這樣子一困 他以後一定要分散風險 最有風 最比較那個降低風險部分 當然會是北美 所以很多的人 其實韓國 包括像是LC集團 他也開始佈局北美 因為他們相信 在美國的穩定度 絕對不會比中國來的高 不過最後來 我們看一下最後這一張 來在這裡面 你不要以為只有製造業 誰也想逃 各位觀眾我告訴你 其實連金融業都想逃 這個香港晨熙 其實以前還蠻有名的 香港晨熙 他這個投資集團 他其實他的總部 其實一直都設在中國 他長期就是押注中國 是他未來最重要的一個市場 連他都動心了 他的資本額 他的那個多空策略的股票 的基金有些人會買到 其實他這個20億的 這個美元的金額 基金其實size很大 大概是如果以今天新台幣 大概是578億上下 台幣上下 其實那個金額是非常高 以前他在中國賺寶寶 現在他發現他在中國企業 在全球的這個投資標的上 慘摔一跤 特別是因為這一次的上海封城 讓他覺得就是因為這一次決策錯誤 誤判中國的情勢 就造成他們現在這個投資的損失 連他們自己本身的投資長 都對外公開道歉 而且打算要撤離 他總部居然要撤離中國 他們因為你知道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看到螞蟻集團 2021年11月 馬雲從巔峰 直接被拉下來的下場 怎麼被毀的過程 這麼快 對 從天上的馬雲 到變成地上的螞蟻都不如 他的共同富裕造成他基本上 370億規模IPO案全部都嘎然而止 政策的不穩定度 強人的政治 隨時想要封城 居然就封城 你知道這次創造的 這個對他們中國的虧損 或者是傷害 不僅是傷害了全中國的GDP 我相信這一次的上海封城 它是傷害了什麼 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最大的一次損害 所以我覺得封城容易 開放之後要重建 重建中國GDP 我覺得那才是真正困難的事情 OK 本來很傾的 這些金融機構都說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市場 已經變成是一個投資荒地了